監視器清除拍下白色轎车 猛然从快车道上冲了进来 把停在路旁的小车往前推撞 停在骑楼里的另一辆车也遭殃 轰然巨像吓坏人 车祸发生在19号下午一点多 地点就在台南市国民路 还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不过小车车主真的很倒霉 因为这是才刚买不到两个礼拜的新车 就在前一天 也就是18号下午4点多 停放在府前路上也挨撞 才买两个礼拜的新车 连着两天挨撞 头一天都还没和解又出事了 连邻居都忍不住帮忙叫区 一名驾驶因不胜撞击路边停车 现场无人受伤 现场实施久车无影韭 详细造势原因上代调查 倒霉连两状 车主明年的保险费用 会不会因此提高呢 保险业者表示 如果车主没有造势责任的话 保费不会增加 但如果是违停 双方都有造责的话 依造势加减费机制 有出险记录 隔年保费可能会提高20%左右 因此路边停车 最好确定没有违规 才能确保自身权益 TVBS新闻徐继红台南报道